谦卑的充满喜悦的心情 来到神的圣殿敬拜神是最好的赞美 心里面有感受的时候 我就会从心里面来赞美神 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像赞美神是礼拜天 我们来到教会来做 但是我觉得赞美神应该是每一天 每一时每一刻应该要做的事情 因为这是我们对神回应祂的爱的一个表现 我在家中的时候一般就是自己唱诗歌 唱一些我们熟悉的诗歌 然后有的时候会读圣经 也会读一些就是别人写的灵修的书籍 就是用这个方式 我在家中的时候喜欢是读圣经来赞美神 更多的时候是唱赞美诗歌来赞美神 我喜欢唱歌啊跳舞还有拍手来赞美神 还喜欢和朋友在一起讲神的恩典 谢谢你 谢谢大家